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另一位纪的第七章 这里讲到既失限除千纪和限平安纪的责任 上帝把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法如何献上 然后深处如何的处理都写到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很有原则,很有次序的上帝 所以这边当以色列百姓一犯罪的时候 他们需要献上礼物,然后有祭师代替他们 处理所有的这一些的祭物 然后帮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来悔改 但是小朋友们,今天你和我都在信约里面 学书已经亲身成为这一个孰季 流出宝雪,立下了新约,将这些旧约 限界制度完全废除了 所以今天那么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献上任何的祭物 我们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 因为他就是那个大祭师,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 上帝向我们亲自来到他面前,献上我们的礼物 在第三时节说到,他亲手献给耶华的伙计 就是自由和胸 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华面前做 摇记,摇一摇 神吩咐一些人必须亲手将平安祭献上 他我们花时间和信思,向神表示感恩 平安祭就是我们向神献上感恩 感谢神随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神所祝福我们的一切 感谢神保守看顾我们的家人 你是个唯一该向神,向人表明你心中该感谢的人 请人让别人为我们成就这些大事情呢 或者叫第三者带你表示感谢呢 你是依靠领理祷告的人为你感谢神 今天神要我们所做的乃是 我们要花时间亲自感谢那辅助我们的人 也要感谢那赐福给我们的神 谁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繁杂,复杂的方式要去做 但是新约,上帝却解了这一切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 但神要求的是 我们必须亲自来向他献上感恩,献上赞美 在第七章里面有特别提到 当献平安祭时,在祭坛之前摇一摇 祭身的腿和胸,称为姚祭 祭师摇了这部分的祭物最后要归于他们 祭师这样做是表明着祭献给神 神又将自物归给祭师 这些祭物,职,供给,祭师的生活手续 保障他们料理神会幕的事情 信业教导我们 主要会的工人应当得他们所侍奉的供给 我们应当慷慨地供给教牧人员 免除他们的后患之用 学这里神提醒我们 我们要爱我们的领袖 要爱我们的牧师 愿神赐福,听他坏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领袖